不知道是不是和最近中印边境冲突有关系 近期央视军事节目经常会播出一些西部战区官兵训练的新闻 比如12月30日的国防故事《喀打昆仑》 雪域练兵的报道 就展示了西部战区官兵努力掌握手中新装备的全过程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故意 这期节目把一支最新的12.7毫米大局作为了主角 只要稍稍关注一点珠海航展就能看出来 这就是最新的QBU-201式狙击步枪 这一下很多人吐槽QBU-191不适应高原的声音瞬间消失了 很多人认为给高原部队配备小口径的QBU-191不合适 小口径子弹的远程存速性能不佳 在地域开阔的高原地区会被印军手中的专业狙击步枪吊打 现在嘛更大口径的12.7毫米大局来了 说明中国压根就没指望拿QBU-191跟印军对军 而是作为一款精确火力支援型搬用步枪 至于对军有专业的QBU-201 很多人有点奇怪 中国不是有了QBU-10是12.7毫米狙击步枪了吗 现在再搞一款不是浪费吗 其实这两种枪完全是两个概念 稍微懂点狙击步枪设计的都知道 射速和精度不可兼得 也就是说你想要射速那就要半自动 想要精度那就只能栓动 原因也很简单 狙击是一项精细到极致的专业需求 任何一点误差都可能导致最后的弹着点6亿千里 所以一般来说要求在激发瞬间 零件和重心移动要尽可能小 栓动步枪因为是靠射手自己拉动枪击 完成上弹和抛壳 整个枪的运动也只是机针 那么小个东西的运动而已 把影响精度的因素降到了最低 而半自动的设计 因为需要在枪管中间开孔 唐线不再连续 而且因为倒气管的存在 也算不上真正的扶制枪管 而且在激发过程中 活药燃气要推动枪击向后 剧烈撞击附近黄 必然导致枪身发生抖动 精度先天不如栓动步枪 QBU10狙击步枪虽然精度还不错 但半自动的设计仍然决定了 它终究是一个反气材步枪 而不是狙击步枪 它的作用是在短时间里 尽快向目标车辆 直升机发射尽可能多的子弹 而不是做高精度的狙击 所以在高原配备一把专业的 大口径狙击步枪尤为重要 因为印度已经在和巴基斯坦的 冷枪冷炮战斗中 已经内卷出了一票世界名枪了 曾经近年来印巴边境的零星交火中 巴基斯坦的AW50FT 雷明顿MSR这些专业选手 玩虐印度手里的业余玩家SVD 多次打的印度人抱头鼠窜 所以印度专门采购了 Victrix的338口径狙击枪 以及美国巴雷特公司的M95 瞬间占有了装备优势 这时候解放军就必须拥有一支 射程和精度都压制印度的 高精度狙击步枪 才能在高原阵的驻场子 QBU-201是狙击步枪 就是最适合这种作战场景的武器 它其实就是此前 湖南兵器工业集团研制的 12.7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系统 现在经过测试拿到了编制 成为中国20枪组中的顶梁柱 QBU-201全长1500毫米 空枪重11.4千克 发射12.7乘以108毫米 重机枪子弹或者专用子弹 有效射程1500米 作为中国设计的新一代 高精度狙击枪 其布局也非常现代化 类似于Tag338的螺旋开槽 旋转后拉枪机 枪管采取扶制设计 设计时 枪管不与护幕接触 产生的射击振动较小 打击目标更加精确 护幕上下都 安装有皮轨 除了安装瞄准镜 热相仪之外 还可以安装可拆卸两脚架 因为这支狙击步枪 是12.7毫米口径 后坐力非常大 所以QBU-201 在减轻后坐力方面 下了很大功夫 为了保证精度 并没有采取像 QBU-10那样的 枪管短后做设计 而是在枪口加装了 V型双式支退器 和美军的M82A1 等大口径狙击步枪上的 支退器非常类似 同时 QBU-201还采用了 类似TAC-50的 液压缓冲枪托 TAC-50的液压缓冲系统 据说能降低峰值后 做的90% QBU-201的 液压缓冲装置效果 目前没有具体数据 不过相信也并不差 把QBU-201配备给 中印边境的边防部队 可谓恰逢其地 高原山地作战 要么是隔得很远 就发现了敌人 要么就是隔着山谷 基本无法接近敌人 这时候会有很多 远距离互射的场景出现 这一点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 在阿富汗 已经有过足够的教训了 这时候 谁的武器射程员 精度高 谁就会战上风 如果印度拿着 Victrix的338口径狙击枪 以及美国巴雷特公司的M95 而中国只有QBU-191的话 显然中国要吃大亏 而现在中国有了 能在1500米 进行精确打击的 QBU-201 那就会吊打印军的 所有狙击步枪 虽然印度人的M95 也有1500米的有效射程 但其设计的时候 定位仍是反器材步枪 如果拿来和QBU-201 对聚的话 可能占不了上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印度人另辟蹊径 引进了南非的NTW 20型20毫米狙击步枪 大家知道枪和炮的分水岭 就是20毫米 现在印度搞过来一支 20毫米的狙击枪 其实已经算是一种火炮了 拥有强大的火力 枪口动能28500J 发射德国的MG-151型飞机 机炮炮弹 还有高爆弹破片弹 和燃烧弹可选择 印度人可能觉得 我这个20毫米的狙击步枪 就算打不中你 也能炸死你吧 但是印度人可能忘了 中国还有一款 14.5毫米大口径狙击步枪 枪长约为1.6米 其中枪管长约为1.2米 枪重约为19公斤 枪口动能高达3万较2 有效射程为4000米 在测试中 5000米外还能打中车辆 打击偏差仅为10厘米 所以压制印度NTW-20 根本不在话下 而就算真的对炮 解放军手里还有一只狙击流 虽然最大精确射程 只有1200米 但在1500米距离上 只要算好偏差 其榴弹的600枚直径2毫米的钢珠 仍然可以密集 杀伤半径8米内的 所有有生目标 而且狙击流是半自动的 射速飞快 瞬间就能打出四发 印度想靠一支 栓动狙击炮 来和解放军对居的话 仍然是太天真了 所以 随着QBU-201的列装 中国边防部队的火力 打击体系 已经变得没有短板 QBU-191负责近距离精确火力支援 QBU-202和203 负责1000米以内的狙击任务 而1000米开外的对居 就交给QBU-201了 就算搞不定 还有狙击流 14.5毫米大狙 单兵反坦克导弹 搬用无后作力炮 以及排击炮可用 印度在想在这一套 火力打击体系面前冒险 恐怕也要碰得头破血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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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